老农在坟头拔了一根树枝,道士说,此乃龙根,你孙子必然做皇帝,我国曾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阶段,在这种制度下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形成了严明的阶级制度虽然大家都是人但是因为出身不同,而被划分成不同等级。 那些生来地位高贵的人,有着想不尽的荣华富贵,他们不需要劳作,就能拥有锦衣玉食的生活,享受着身份带来的荣耀,而那些出身低微的人奔波一生,只是为了能吃上一顿饭,更有甚者还要作为奴隶伺候他人任由别人践踏自己的尊严在这样等级严明的社会。 大部分人的一辈子,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出身低微又没有靠山的普通家庭,想要出头无非就是拼尽全力去考取功名,这也是寒门学子的唯一出路,运气好一点的可以博得一官半职。 除了能让自己步入上流社会之外,还能让自己的子孙得到些许恩惠并且古人十分看重血统,无论是官职爵位还是普通人家的财产继承,只有具有血缘关系,的男性才有机会获得继承权。 在如此尊严的制度之下,那些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奋斗起来甚至成为一国之君的人,都是那个时代最有杰出的天台。 值得人们敬佩许多开国皇帝其实自身就是位高权重之人,他们距离皇玄非常接近本身就比寻常百姓,拥有更多的资源。 人们因为机缘巧合或者自己的谋略而登上高位,也许没有落下好名声但也无可厚非,而那些真正白手起家,创造霸业的人似乎只有朱元璋和刘邦聊聊几人而已,他们是真正的草根皇帝,成为皇帝本来就不容易,何况是白手起家经过战争的洗礼脱颖而出,的王朝缔造者他们能力无庸置疑,并且或多或少的都有令人羡慕, 的运气和机遇不过,他们的经历都是经过民间美化的,比起枯燥的争夺底盘互相打斗人们更愿意相信使这些西域帮助他们登上了高位,那个时候人民特别相信命运,很多知名人物在没有发迹之前就被某个橡树大师看重将来必定能成就大业,还有的甚至说一个人的命运与祖坟的风水有关后人,将他们的成功与玄学结合。 和在一起更加凸显出一个人的成就是与生俱来,的例如很多皇帝在诞生的时候都会出现祥瑞,开创大明王朝的朱元璋身上流传着许许多多,他压根就没经历过传奇故事,不过是后事加上去。 但而以大家在获得成功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与家人一起分享胜利的喜悦,就算是朱元璋也一样,在他成功登上皇位之后,立刻追封自己的先祖,甚至还未早已就死去多年的父亲重新修建了灵寝。 古人非常重视这些礼仪,不过在朱元璋想要为父亲祭祀的时候去犯了难,因为父亲死得早当时有没有钱,很可能就是草率的下葬如今发达了响,要去找却再也找不到了。 了经过多方打听之后才大致划分了一个范围,在当时引起了巨大轰动,后来一位朱元璋本家人胸有成竹,再说自己找到了确切地点,并且还牵扯出了一段不为人的故事。 当时朱元璋的爷爷还生活在杨家墩,某天正在休息的时候突然家门口路过了两个道士两个人的谈话,被朱老爷子偷听到了。 年纪稍大的那位道士说道,这是一片风水宝地,如果在这里建造灵寝的话,后世一定会出现一位统领天下的皇帝,小道士不解,急忙问道为什么。 老道士接着说道,别人看不出,我却能瞧出这里的蹊跷。 这里就是传说中的龙眼,会极乐天下灵气不信,可以在这里随便插上一根树枝,不出十天定能长处心芽,他们叫醒。 假装睡觉的朱老爷子想要告诉他这个秘密,但是朱老爷子伪装成龙眼人蒙混过去老道士,不再停留悄悄插上树枝之后就离开了。 果不其然不久之后,真的尝出了新芽但是朱老爷子,却担心别人会知道这个秘密,就偷偷地把发芽的树枝换掉。 那几天之后,老道士带着徒弟前来查验结果,一眼就看出树枝被人换掉了,于是就找来朱老爷子询问到了这个时候。 朱老爷子没有再掩饰将事情原委全部告诉了道士谁了。 朱老道士听完之后一声叹息,说朱老爷子此举已经泄露了王器,本来到了他儿子就能登上皇帝的事情,只能再向后退一百多年,到了孙子辈才能完成了。 这个故事在今天看来,无非就是一个美好的想象而已,不过也能看出古人对阶级和命运的看中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静说,历史,朱老爷子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与苦难凝结每一天。 请关注公众号静说,历史,朱老爷子与您一起记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